花莲旅客服务中心就在花莲火车站旁边 旺来的旅客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旅客服务中心里面并没有摆设原住民图腾异象 和介绍花莲原住民族群 县议员迪布斯·伊赖则建议 县府观光处服务人员应该穿着原民背心 摆摊贩售手工艺品展示窗 让大家能够了解当地的原民文化 花莲火车站旁的花莲旅客服务中心 都会涌入相当的游客来自的义游 如以中心里并没有摆设原住民图腾和手工艺品 常常有游客向鲜远迪布斯·伊赖反应 日前建设小组一些人也来到这里会看 确实少了一点原民味 花莲旅服中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旅服中心 这边有很多观光客都在询问原住民的产业 或原住民旅游的路线 我们是希望县府在这一块 旅游中心的展现必须要有原住民的特色之外 最好进去一些原住民的手工艺品 甚至是旅服中心里面的一些的展览 都必须要有原住民的特色 那这样子光客一到花莲的时候 就会看到花莲最有名的 最有特色的原住民的元素在里面 县远迪布斯·伊赖表示 花莲县原住民的人口有9万多人 并且有6大族群寄宿在花莲县内 文化艺还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建议观光处能够重视原住民文化 让大家来到花莲能够了解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记得就容易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